对于现在的很多人来说 获得内心的宁静 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 我们难以从繁琐的生活里 抽出身来 回归生命自然的状态 新的一周 305读书微信公众号 将和您共读一本 可以帮助你缓解内心状态的书 瓦尔登湖 与您分享共读预告 清华大学校长 为什么历见瓦尔登湖 1989年的3月26日 25岁的诗人孩子 在山海关卧鬼自杀 陪伴在身旁的只有四本书 其中一本就是 梭罗的瓦尔登湖 由此可见 梭罗的这本瓦尔登湖 在孩子心中 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孩子的死在当时引起轰动 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 瓦尔登湖也因此 被更多人注意和阅读 孩子在生前写过很多 关于梭罗的文字 他曾说 梭罗对生命和存在本身 表示极大的珍惜和关注 这就是我诗歌的理想 在1986年 他还写下了一组题为 《梭罗这人有脑子的诗》 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梭罗这人有脑子 梭罗手头没有别的 抓住了一根棒木 那棒木揍了我 狠狠揍了我 像春天揍了我 梭罗这人有脑子 像鱼有水 鸟有翅 云彩有天空 梭罗这人就是 我的云彩 四方邻国的云彩 安静 在窦田之西 我的草帽上 孩子还将梭罗的瓦尔登湖 介绍给了诗人朋友 维安 维安 邂逅后梭罗 并终生以梭罗为楷模 我第一次听说这本书 是在1986年冬天 当时诗人孩子告诉我 他1986年读的最好的书 是瓦尔登湖 在此之前 我对梭罗和瓦尔登湖 还一无所知 书是孩子从他执教的 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借的 上海艺文出版社 1982年的版本 译者 韦徐迟先生 我向他借来 读了两遍 并做了近万字的摘记 这能说明我当时 对他的喜爱程度 在维安留下的 为数不多的文字中 关于梭罗的就有好几篇 他赞与瓦尔登湖 举世无双 我幸福地感到 我对他的喜爱超过了任何诗歌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 梭罗的瓦尔登湖 一般数量 也是爆炸式的增长 如今在图书网站上搜索 能搜出四五十种之多 他的火爆程度可见一般 在2016年的时候 清华大学在寄送录取通知书时 随通知书一起寄出的 还有校长邱勇至新生的信 以及为新生准备的一份特殊礼物 瓦尔登湖 在给新生的信中 邱勇校长说 瓦尔登湖在展示自然美景的同时 也展示了一种物质上 简朴至极 精神上风营充实的生活状态 他希望新生们能够在阅读中 体会到作者深入思考和重塑自我的心路历程 感受到宁静的巨大力量 并寻找到自己心中的瓦尔登湖 在他看来 瓦尔登湖既不是那种鸡汤式的麻醉剂 也不是鸡血般的兴奋剂 而是一本能够让人安静下来的书 而那个具象的瓦尔登湖 并非梭罗或者后世之人必是隐居之地 而是可以让精神栖息的圣地 是安放灵魂的故乡 梭罗通过瓦尔登湖 使我们懂得 人只有从物欲的泥脑中挣脱出来 才能保持尊严 获得自由 但在美国文学史上 梭罗可以说是一个奇葩 当时在同时代人的眼中 他只不过是一个观念偏执行为怪异的人 他毕业于哈佛大学 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但一生无所事实 除了短短的三年教书生涯 之后再未从事过什么工作 就基本上以写作为生 他从来不懒惰或者任性 他需要钱的时候 情愿做些与他性情相近的体力劳动来赚钱 如造一只小船或是一道篱笆 种植 皆知测量 或是别的短期工作 而不愿长期的受雇 将自己困居在工作上 年轻的时候 他在康科德附近的瓦尔登湖旁隐居 自己建房子 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 把大量的时间 都用来观察自然体察内心 几年之后 他把自己的这段隐世经历 写成了一本书 就是这本被称为 非虚构写作经典的瓦尔登湖 瓦尔登湖是 苏罗在瓦登湖林中 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的 生活和思想记录 书中有许多篇幅 是关于动物和植物的观察记录 苏罗在瓦尔登湖 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观察鸟类 动物 花草和树木的变化 以至于使其同时代的人 误将此书 理解成一本有关自然的文献 而忽略了书中 关于哲学的内容 思想上的精要 他通过自己的生活实验 告诉世人 不要被纷繁复杂的生活所迷惑 从而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意义 他认为 如果人们能通过宇宙法则 规定的简朴生活 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所需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焦虑 来烦恼内心的宁静 便可以更从容 更充实地享受人生 苏罗学会收藏品负责人 杰弗里斯·克拉姆认为 瓦尔登湖是本 《关于一个英雄》的书籍 苏罗通过《瓦尔登湖》这本书 将哲学小册子难以达到目的的鲜艳主义哲学思想 变成了处于迷惘状态的人们的生活指南 下一周的共读 同样是分为七个部分 第一天 你向往的生活 其实没那么贵 第二天 简约生活 造就充盈的内心世界 第三天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天之计在于晨 第四天 有一种美好 叫阅读 第五天 对成年人而言 独处比和群更重要 第六天 好的生活 需要有基本的无聊和浪费 第七天 保持宁静和快乐的良药 是什么 你想知道 梭罗在瓦尔登湖都经历了什么吗 那就跟随三六五读书一起 共读这本 《瓦尔登湖》 生命并没有价值 除非你选择并赋予它价值 没有哪个地方一定有幸福 除非你为自己带来幸福 梭罗在他的短短的一生当中 领略了这世上一切的美好 无论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候 只要有学问 有道德 爱美的人 一定都是他的忠实读者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 三六五读书 和我们共读这本 《瓦尔登湖》 我是潮雨 明天见 《瓦尔登湖》 《瓦尔登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尔登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尔登湖 《瓦尔登湖》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Starry starry night Flaming flowers that brightly blaze Swirling clouds in violet haze Reflect in Vincent's eyes of china blue Colors changing hue Morning fields of amber grain Weathered faces lined in pain Are soothed beneath the artist's loving h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 did not know how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But still your love was true And when no hope was left in sight On that starry starry night You took your life as lovers often do But I could have told you, Vincent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one as beautiful as you Starry starry night Portraits hung in empty halls Frameless heads on nameless wall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ve met The ragged men in ragged clothes The silver thorn, a bloody rose Lie crushed and broken on the virgin snow Now I think I know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 To how you suffered for your sanity To how you tried to set them free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re not listening still Perhaps they never will Perhaps they never will But they would not listen They'd be together They would be together Which was their hasn't trial All the mutual staff The Spanish was ranging from Europe They were not畊ato The Spanish was delays The Spanish wasört variety But if you tried to doubt area